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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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期我们在睡眠中眼球会运动 也正是我们做梦的时候 在快速动眼期中 骨骼肌除了呼吸肌及眼肌外 都处于极低张力的状态 这是一种保护作用 可以避免我们随着梦境 做出动作而伤害到自己或是枕边人 而睡眠瘫痪则是因在快速动眼期中 不知是什么原因 意识已清醒过来 但是肢体的肌肉仍停留在低张力状态 而造成不听意识 指挥的情形 从而出现人已清醒 但身体不听使唤 什么情况下会导致鬼压床的发生 科学家已经确定鬼压床 与生活压力有关 多发于青少年以及年轻人 他们通常生活压力过大 作息时间不规律 经常有熬夜 失眠及焦虑 这些都可能造成睡眠瘫痪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睡姿不正确引起的 比如在睡觉时把手放在胸前 压在心脏上 在不知不觉中会感到呼吸困难 形成梦魇 同时养睡和卧睡 也容易引起梦魇 因此睡觉时的睡姿很重要 睡前听紧张兴奋的故事 看紧张惊险的电影 或教育不当 用威胁的方式哄小孩入睡 也会因为精神因素导致鬼压床 此外 卧室空气污浊 过热 被入过后 胸前受压 鼻炎腔疾病 引起呼吸道通气不畅 晚餐过饱引起胃部膨胀感 以及振发性血糖过低 等都会导致鬼压床 为什么鬼压床都发生在午睡时 晚上发生几率较小 这都可能与午睡的姿势有关 很多人由于条件受限 午睡一般都选择趴在桌子上睡觉 不正确的睡姿容易导致呼吸不顺畅和血液不循环 而呼吸不顺畅 血液不循环则是诱发鬼压床的重要因素 趴着睡不单会引起睡眠瘫痪 长期如此多处神经会受到压迫 往往会影响正常血液循环和神经传导 不仅会是两臂脸部腰背部酸痛 还可能演变成为局部性神经麻痹 所以若常被各类睡眠障碍的症状困扰 可考虑及时纠正不良睡姿 以此来根除梦魇的诱因 此外 午睡发生鬼压床还可能是因为午睡过长 只超过30分钟 睡眠就会进入Rain期 梦魇几率较大 睡眠缺乏 失睡症的特征是与正常人的睡眠循环有差异 进入睡眠后 Rain期会先发生 容易出现梦魇 发生梦魇鬼压床时如何唤醒自己 一、不反抗、顺其自然 如果感觉胸口有压力的话 顺着压力走即可 二、想象一个安全的地方 或者爱的人 让自己的情绪缓和下来 呼吸平稳下来 三、首先快速转动眼球 让眼球做圆周运动 让它们上下左右地运动 然后眨眼 收缩嘴周围的肌肉 移动下额和舌头 当肌肉张力开始出现时 移动颈部 肩、手、手指、腿、脚踝和足指 最后 坐起来动动全身肌肉 四、向枕边人求助 说帮我 但不要喊 咳嗽或者改变呼吸频率 都可以用来提醒别人 如何治疗睡眠瘫痪 归压床可以治愈吗 大部分人是不需要治疗的 但对于那些有其他潜在相关的症状 比如是睡症 以下治疗方法可能会被用到 一、改变睡眠习惯 保证每天6到8小时的睡眠 睡觉前不喝咖啡、浓茶 睡姿尽量采取侧握 千万不可趴着睡 二、如果患有抑郁症的话 需要按医主服用抗抑郁药 用来保证睡眠循环的正常化 三、如果有心理问题的 需要尽快咨询心理医生 四、如患有其他睡眠障碍 如是睡症和腿痛症弯等病症 请及时治疗 治愈睡眠瘫痪 目前还没有一支的方法治愈此症 但你可以避免症状的发作 科学家们发现 食物与睡眠有一定的关系 美国的一位医学博士认为 若在睡前稍吃一点催眠食物 更容易入睡 一、牛奶牛奶中含有色胺酸 这是一种人体必须的胺基酸 睡前喝一杯牛奶 其中的色胺酸量 足以起到安眠作用 饮用牛奶的温饱感 也增加了催眠效果 二、莲子莲子 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心烦梦多 而失眠者 则可用莲子心加盐少许 睡间 每晚睡前服 三、核桃核桃 是一种滋养强壮品 可是神经衰弱 健忘 失眠 多梦和饮食不振 每日早晚各吃些何逃忍 有力睡眠 四、食醋劳累难眠时 可取食醋一汤匙 放入闻开水内慢腐 饮用食尽心闭目 片刻即可安然入睡 如何预防鬼压床的发生 生活有规律 按时入睡 按时起床 按时用餐 适量运动 但不要在睡前剧烈运动 避免熬夜 保持睡眠充足 设法减轻生活压力 避免仰卧 提醒自己并不特殊 许多人的症状都与你一样 最后 放轻松 你并不处在危险中 并不失常 百科名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授权与合作事宜 请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